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MEMBER 剛剛有提過嘛 請你各位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特別是下載TST啦 不過這個下載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這個好像會自己加再加一個TST 好像兩個 兩個那個副檔名 所以你把那個副檔名delete掉 會多一個 那再來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特別注意喔 第一件事情喔 它是用祭祀本開 因為這個東西是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Google下來的 所以它 另存新檔一下 你們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要另存新檔 主要我要先了解一下它的編碼 因為它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Google那邊下來 所以它UTF-8 如果UTF-8你要指定一下它的編碼方式喔 如果是用微軟的 比如說用那個Excelnome的 它有可能會是這個 ANSI ANSI的話 那你可能編碼方就CP950 可能會不一樣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 也許我們有個 設定一個目標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因為剛剛同學馬上就想說 老師我想要弄個查詢系統怎麼辦 這個地方我就希望說 假如我們有個目標 希望把這個 外部的檔案 第一個 先幫我全部寫入到 總共有50個人 全部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然後呢 第一個我 所以第一個Insert into 第二個我希望能夠建一個查詢系統 就是我輸入某一個 那個會員的名字啦 或者是說它的關鍵字 可能我知道它叫什麼0的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0 它叫 那我可能關鍵字下一下 所以 將來Jungle裡面 可以讓它輸入一下 可以把它查出來 這地方該怎麼辦 很簡單喔 所以第一步Insert into 第二步Slate出來 那Slate的話 不是Slate所有 而是Slate會 藍位名稱叫姓名 Like 什麼呢 它的關鍵字就好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喔 那我們可能按部就班啦 反正就第一個 我先到哪裡呢 下載這個之後 並且呢 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直接放到這邊來好了 這邊把它先刪掉 假設 我就乾脆就放在旁邊一起練習好了 那怎麼樣放過來比較快 我是建議乾脆啦 下載的東西 這個對不對 直接呢 用拖拉的 放開 它就過來了 Member 有沒有 那直接這裡 好 開起來就這個啦 那再來我要怎麼開它呢 按右鍵 New一個 Module 這個 Module 特別注意喔 我要怎麼樣去開啟它 那 Module 名稱呢 也叫 Member好了 所以待會設定一個目標 什麼目標 一 先可以讀取它 二 寫到資料庫 全部喔 不是只有那個單一個喔 就單一筆一筆資料 當然不是叫你什麼 建一個表單 要慢慢 50 筆慢慢輸入嗎 那你可能會輸入到瘋掉了 50 個還好呢 500 個 5000 個你慢慢 所以你需要什麼 批次寫入到資料庫 好 批次喔 怎麼批次喔 再來的話呢 弄一個查詢系統就好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表單裡面那個慢慢讓它填 當然如果未來你要讓它慢慢填 可不可以增加新的 也可以啦 就反正給那個表單 裡面呢 就給五個欄位 有沒有 五個文字方塊 然後讓它慢慢填 它就可以append到後面去了 insert到後面去了 好 那不過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們目標就是把它查出來 關鍵字 那關鍵字的話 我按照姓名幫我查出來好了 那我怎麼做喔 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 先把它呢 讀進來 那我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前面也講過F等於什麼呢 用一個open的指令 open的那個方法 然後open什麼呢 open我們根目錄底下那個member 所以你那個member 點TST 逗點 讀的話就R ok 然後在逗點呢 跟他講encoding 編碼方式的話呢 encoding encoding 編碼方式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用什麼呢 對 等於什麼呢 那個UTF8 你就打一個UTF8 ok 好 然後呢 他幫我讀進來 會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東西 讀到F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裡面的東西 做後續處理 特別注意喔 我可以把這裡面的東西 先丟給一個list list1好了 先給他一個空的 那為什麼一個list 因為我們要的是那個 中瓜糊 那因為呢 我希望把這個檔案全部讀 全部讀前面是readline readline就是一個字串 可是現在是全部讀 會讀進來是一個 一個串列 那我就什麼 用那個f.readline 前面好像我們有做過 不過之前是讀一行 現在是讀很多行 有沒有 readline 加s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這個東西 print出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 print它 假設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讀到這裡 enter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我把全部讀進來 不過它會變成像這樣 有沒有 第一個list裡面呢 它會是欄位名稱 第二個裡面的話呢 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這個 OK 不過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換行 不過這不管它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把它摘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做 有印象嗎 之前講過啦 第一個喔 你可能要先把這個list 它裝過阿虎對不對 然後呢 先把它分開來 所以特別注意呢 假設我要一個一個把它分開來的話 那h我可以跑一個回圈吧 有沒有 for for回圈 然後呢 for一行的話 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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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lite in什麼呢 in那個list 1裡面 冒號 然後呢 它就會幫我讀一筆過來對不對 那讀一筆過來之後 我要做什麼 把它裡面豆點分開來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好像前面都講過啦 所以你可以什麼 把它print出來好了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l 這個line 裡面用sprit把它切開來 點什麼呢 sprit 小瓜阿虎 然後呢裡面告訴它說 幫我把它用豆點幫我切開來 所以它就會先讀一筆對不對 然後幫我切開來 那切開來特別注意喔 切開來一定前面要一個東西接 所以我們把這個前面再加一個那個list好了 因為它切開來之後會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呢 是一個list2 好啦名稱叫list2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一個分開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 就是什麼呢 如果第一個 就是list 中瓜阿虎裡面第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怎麼樣 可以給一個 中瓜阿虎 那0 串接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中間豆點 應該看得懂這意思啦 然後再來就是list1 加上 這邊是1 依次類推 在後面就比較簡單 就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這邊改2 這邊改3 這邊改4 這邊改4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做什麼啦 只是我中間加豆點而已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全部print出來看看 沒有還沒啦 ok 這樣的話呢 不過這個可以不用print 因為這邊是這個list不需要 print ok 然後這樣子 但是呢 因為它後面多很多換行 反斜線跟碼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乾脆把後面這個 豆點 它後面的那個 ent拿掉 記得吧 後面的ent拿掉 好像叫做 end等於空的 它後面的東西不要 等於是換行拿掉 它就輸出的話 就end 等於沒有 沒有輸出了 有沒有看到 那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怎麼樣 請你怎麼樣 幫我把裡面的這個 放在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資料庫還記得吧 所以待會的話 如果齁 第一個我已經把它讀出來 並且print的出來 第二階段要做什麼 就是再把insert into到那個 我們的資料表裡面 所以呢 請各位齁 就是 再拿剛剛的這個來改 有沒有 insert 將資料寫到 我們剛剛不是一樣的 seqlite 這邊都ok create一個table table 名稱叫member好了 那我展示會有那個 五個欄位 那你想說五個欄位怎麼下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那個什麼 那個seql 就ABCDE好了 名稱不就好了 所以我的習慣 假設你現在不想要想它的名稱的話 那它的形態的話呢 如果你也不想要去想什麼 哪些用intgen 哪些是用daytime 哪些用test 你剛剛就全部用test算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缺點是效率差一點 不過資料這麼少 相差的效率大概萬分之一秒 還不到 那有什麼差 所以先做出來再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利用這個 先建一個table 然後呢 並且怎麼樣 把剛剛的讀進來的東西 insert into ABCDE 有沒有 五個欄位喔 然後最後的話 commit 輸入成功了 有沒有 不是成績輸入成功 是 會員資料 輸入成功 看得懂意思吧 ok 所以請各位喔 一請你把Member 這邊怎麼樣 先讀進來 記得喔 先把那個網路上的東西 先丟到這裡來 讓它讀取 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喔 還是很長一串 剛好同學說 這太長 右邊看不到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enter它 但是你會發現喔 程式裡面enter 不需要加那個反斜線 可是啊 import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反斜線 不ok喔 如果你換行 程式裡面 好像這樣 ok 直接enter就好了 這樣 請各位試一下喔 待會就是 一 把這個Member 做完 然後呢 二的話呢 跟剛剛insert into 結合在一起 再來我們資料 就已經到資料庫了 三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查詢系統 把它查回來 我們Member 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順時 記得 是嗎 快點 三 三 五